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融媒体互动节目 世界航程中国共产党党史知识 学习达人挑战赛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沈涛 本节目由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 与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主办 由浙江卫视学习强国浙江学习平台联合承办 在上周的比赛当中呢 我们已经诞生了本季挑战赛的十强选手 我们再次来认识一下他们 他们是蔡玲玲 张强 林磊 徐鹏飞 黄允公 等号 张坚燕 易华荣 江阳光 李新南 再次恭喜和欢迎我们的十强选手 接下来马上有请我的搭档蔡子 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专家团 以及助力嘉宾 是的 我们首先要欢迎的是我们的三位嘉宾 第一位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 博士生导师金明清教授 以及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语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一级巡视员王祖强先生 还有来自浙江大学赵勇教授 大家好 谢谢 也非常期待三位今天的精彩分享和解读 那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我们的助力嘉宾 他就是著名影视演员李光杰先生 欢迎 欢迎光杰 你好 欢迎 再次欢迎我们的专家团和助力嘉宾 同时我们要提醒一下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可以登陆学习强国客户端参与节目答题互动 和全国用户比拼答题实例 下载中国栏新闻客户端与选手比拼答题 参与互动将有机会赢取世纪航程纪念礼盒 还可以为您喜欢的选手呢加油助力 今天我们的十位选手将开启全新的个人对抗的航段 马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本期的具体规则 本期我们将根据大家上一期的积分排名 组成五组一对一的对抗关系 分别是第一名徐鹏飞对抗第十名蔡玲玲 第二名易华荣对抗第九名李新南 第三名张坚燕对第八名江阳光 第四名耿浩对第七名林磊 第五名黄允宫对第六名张强 对抗关系的选手从五种类型的提形当中 选择一种来进行比拼 同组的两位选手需要通过抢答的方式答题 答对一提及一分 答错则答题权交给对方 如果双方都答错则双方都不得分 五题结束后分数高的一方获胜 如果出现评分将通过数风流人物环节 一轮决定胜负 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个人对抗行段 首先我们有请徐鹏飞 蔡玲玲来到对决区 蔡玲玲面对的是在上一轮排名第一的徐鹏飞 玲玲这会儿压医大吗 自信人生二百年 汇丹积水三千里 金箔不让须眉 我相信我肯定能够胜出的 好 好 灵灵说的是 我肯定可以胜出 一点都不客气 那灵灵姐手刹留情吧 听着有点心虚啊 对不对 但是彭飞 因为你是上一轮第一的 所以呢 你拥有选择权 五种题型 你可以考量一下 我选择的是信息描述体 灵灵这是你擅长的吗 因为彭飞已经做出了选择 我觉得我都可以吧 今天你的气势好强啊 摩拳擦掌 信息描述体 在独体干的过程当中 随时可以抢答 明白了 好 第一轮对抗 正式开始 下列事件发生在 同一个革命圣地 请根据描述 说出准确的地点 一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的精神 敢于胜利的精神 哦 灵灵 西百夫 毛主席在这指挥了三大战役 他就是提出来了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厉害 厉害 我们先来看一下完整的提干 再来判断一下 灵灵的答案是否正确 如果你的答案是不对的 那么彭飞将会在看到 所有信息之后 再给出他的答案 第二个信息 党中央和毛主席 在这里指挥了三大战役 第三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第四 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 两个务必的号召 正确答案是 西百坡 恭喜莉莉回答正确 哇 西百坡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也应该是成为了党中央 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因为咱们党中央呢 就是几十年的这个奋斗 最后一次就在农村指挥 在西百坡啊 尤其是七家中全会上面呢 毛主席啊 对新中国的成立啊 就做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规划 我们刚才那个大屏幕上提到的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实际上毛主席当时还提出了一个 就是说 既要善于迫害一个旧世界 更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这个实际上是展示了共产党人 即将走向城市 对 即将夺取全国政权 对 这样的一种气魄 既是一个终点 又是一个起点 起点 对 场上比分 1比0 下一题呢 我会请上一位出题人 玲玲 巧了 下一位出题人 让我们欢迎玲玲 啊 大家好 我叫牛玲玲 下列信息呢 关于一项工程 请根据描述 说出该工程的名称 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 艰苦创业 都这么厉害 这个信息这么一点就出来了 王菲 好快哦 5 5 4 看信息了 3 2 红棋渠精神 红棋渠工程 这单是否正确 请继续看信息 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 团结协作 无私奉献 是他的精神内涵 他动工于 1960年 历时 十年建成 他被称之为 人工天河 周恩来同志 曾把他称之为 新中国的 两大奇迹之一 他答对了 他答对了 推着你的信息 公固越来越多 曾菲的脸上 哎呦 牙都露得越来越多 你知道吗 他就知道 自己给答对了 接下来我们请 游灵灵给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会由您 来出这道题呢 我来自红曲渠的故乡 河南灵州 我的爷爷 就是当年千千万万 红曲渠建设者之一 其实修建红曲渠 它根本的原因呢 就是为了人民 像您呢 之前也主持过 相亲节目 过去的旧灵县 也有这样一句话 不求你家财万贯 但求你有水洗脸 而取轻的条件呢 也是需要把女方家的水缸给挑满 灵县呢 十年久旱 水贵如油 为了改变灵县的生存面貌 新中国成立之后呢 县委就决定 引张河水 入灵县 其实通过一组数据 我们就可以了解 红曲渠是一个什么样的工程 上世纪六十年代 发动了三十万人次 穿过了一千二百五十座山头 凿通了二百一十一个隧道 架设了一百五十二度度槽 建成了一千五百公里的 饮水灌溉工程 红曲渠 这些数字在现在听起来都是非常震撼的 对 因为这个红曲渠的总干曲 它全部是修筑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间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用这样的麻绳 把自己吊在太行山的半山腰上 然后手持钢签和铁锤凿出泡眼 再把炸药装进去进行爆破 这样呢才能够在山体上留下平台 民工们才有了立足之地 再把爆破之后 滚落到山脚的这些石块 一块一块地抬上来 累积成取桥 当时呢也没有安全帽 所以大家呢 就靠这种自制的柳帽 带到自己的头上了 来保证安全 红曲渠可以说 是河南省的一个骄傲吧 因为我是河南人 六十年代是我们正是国家 比较艰苦的时候 当时在开修之前 所有的设备加在一起 一共就有三台设备 剩下全是靠着大家用 当时的一个土方法 用自己的方式 最后在国家验收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技术指标都是完成 国家标准的 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奇迹 除了它这个工程以外 这些老百姓的智慧 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我们再次谢谢刘玲玲 来到今天的节目现场 谢谢大家 目前两位一比一 我们来听一下下一题 夏立事件都发生在同一年 请根据描述说出 它的准确年份 一 这一年中共中央发出了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 解放战争从积极防御 转为战略进攻 转为战略进攻 这一年 这一年 哇 这好快 冲飞 答案是 1947年 就是第一条你就判断1947年 是的 很坚定啊 继续来了解 这一年中共中央正式公布实施 中国土地法大纲 这一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 这一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正式成立 正确答案 1947年回答正确 1947年 应该说是 转折之年 对 中国共产党成立 搞革命 搞了二十多年 对 长期以来 我们一直在防御的 那么从今年开始 我们追着他们打了 其实还有一件事 非常重要 我们提出来 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 也就是说在这一年 我们的解放战争 已经看到了 光明的希望了 毛主席呢 设计五年左右胜利 但实际上呢 就两年的时间呢 马上就胜利了 这就告诉我们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历史的进程中 当重大的机遇到来的时候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呢 能够抓住这个机遇 迅速地从被动走向主动 这就是我们胜利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法宝 对 彭飞 手特别快啊 你的职业是 特警 特警 他对细节的关注 可能跟职业素养有关系 一点点线索 你就可以找到真相 对不对 是的 现在场上比分几比几 你知道吗 两分比一分 两分比一分 意味着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这很有可能就被逆袭了 这个 这个 你这个答案属于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这个有危机意识 这是你的赛点 灵灵 下一题你的策略会是什么 现在这个 只要是给他潜动 就是他答对了 所以我准备 走来就潜了 甚至不听我读题 对不对 还是要听一下吧 听一下吧 我现在有点烦乱了 稳定一下 稳定一下 好好好 请听题 下面描述的是一位英雄人物 请说出他的名字 一 他被乡亲们称作 古娃子 二 他在大生产运动中牺牲 去世时年纪29岁 继续 继续 林烈 张思德 彭飞为什么把手都快拍肿啊 因为他说对了 彭飞给的正确答案 不一定是正确答案 我给的才是 继续听完啊 第三个信息 长征中 他为旧战友长白草 第四个信息 毛泽东同志评价 他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 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 张思德 比分咬得很紧 非常紧 林烈刚才有点 就是孤注一掷了 因为这道技 如果不抢到 就出局了 对吗 大生产运动中 只有两个人出名 一个是张思德 还有一个是王振 带着大家搞南丁湾 对 大生产是一个 很重要的信息 其实张思德是生于 那个四川大巴山 深处的一户平民中间 他出生的时候 他妈妈因为重病 所以没有办法哺乳 家里人就把这个 谷物磨碎了 熬成粥味给他 这是为什么 乡亲都叫他谷娃子 当然也许在那个时代 有非常多的人 跟张思德一样 都没有喝上妈妈的奶水 所以也许谷娃子 也是当时很多平民的 一个共撑而已 那么在大生产运动的时候 他其实负责的工作是烧炭 在一个刚刚马上 要挖成的窑洞中间 突然发生了贪荒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是推开了自己的战友 自己就被活埋在窑洞里面 牺牲的时候只有29岁 所以在革命胜利的过程中间 需要在正面战场上 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人物 也同时需要像张思德这样 在非常平凡的岗位中 一直望我工作的 现在两位是二比二打平 刚才我们的老师们 在讲解的时候 彭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玲玲在做一个动作 你看到了吗 他在 他在 因为玲玲知道 谁抢到 谁就可能赢 是的 你们目前的答错率是零 对 所以无他为首快耳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你发现没有 玲玲 如果只用一句话 想对彭飞说什么 你准备下去吧 浙江杭州是个很美的城市 我从河南洛阳过来一趟不容易 我想在这个舞台上 多待一段时间 请听题 下列事件发生在同一年 根据我的描述说出准确的年份 一 这一年 全国人大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 准确 准确 糟了 我以为是修正案的 如果你回答错误答题权会 转移 你 四 三 二 二 一 两千年 我们继续了解信息来判断零零的答案是否正确 这一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三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 这一年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 三 这一年国务院批复同意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实验区 四 四 这一年八十三岁高龄的老艺术家牛奔加入中国共产党 哎呦 我气死了 不是呢 我以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我想呢就说 准备说1954年 后来主持人说了个修正案 修正了很多次 哎呦 洪飞 你的答案是 2018年 正确答案是 2018年 恭喜徐洪飞 最明显的应该就是港珠澳大桥的那个信息 刚才想蔡玲玲判断的时候实际上是有机会的 因为刚才出来宪法修正案的时候 你应该考虑最后一次修正 那你就能够想到2018年了 因为我想着我叫玲玲 就想着2001 也对 今天所有的玲玲都对我不利 刚才那个玲玲我也没遣到 今天这个2000年的玲玲也没有帮我 真的太遗憾了 没关系吧 我送一首诗给我自己吧 那个作为告别 等一下你们再讲 谁怕一缩音语任平生 也无风雨也无情 很感谢浙江卫视给我这一次的机会 在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当中呢 我也会继续学习胆识 把胆识当中的知识化作工作的动力 学识明理 学识曾信 学识崇德 学识立行 再次谢谢玲玲 来过我们的世纪航程 谢谢 你们加油 加油 在这呢我也要告诉大家 世界航程节目组为每一位十强选手提供了 1加1的红色旅游作为奖励 你们可以带一位家人或者朋友 在节目结束之后 一起参加这趟旅行 在这些红色景点当中继续你的 党史学习之旅 他们好像也刚刚知道 听完这个好消息之后 我们也恭喜徐鹏飞成功晋级 比赛还将继续 接下来我们的第二季对决双方式 上一轮排名第二的易华荣 和排名第九的李兴南 有请二位 李华荣在上一轮排第二 拥有这一轮的提型选择权 我选综合题 好有胆 综合题应该是知识面涵盖最广的吧 对 非常有自信啊 西南 综合题是你擅长的吗 一切就急性发挥吧 这个心态很好 我临时想了个段子 还有段子 那个是这样子的 因为据我了解啊 华荣是来自广州的 我是来自杭州的三敦镇的 从这个地理的知识上来说 我觉得花荣比我更难一点 好像好像好像 好像愣住了 综合题的第一题 我们有请上今天的助力嘉宾李光杰 用朗诵的方式为你们出题 我也提醒一下二位 这道题只有在光杰说完 请抢答之后 你们才可以抢答 明白了吗 好 来有请光杰 朋友 我相信 到那时 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 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欢歌 将代替了悲态 笑脸 将代替了哭脸 富裕 将代替了贫穷 健康 将代替了疾苦 智慧 将代替了愚昧 有爱 将代替了仇杀 生之快乐 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明媚的花园 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这时 我们的民族 就可以无愧色地 立在人类的面前 而生育我们的母亲 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 与世界上各位母亲 平等地携手了 请问这篇作品的作者是谁 请抢答 易华荣 获得了抢答权力的答案是 方志敏 回答正确 谢谢光潔的出题 现在我更难了 这段话出自方志敏的一座可爱的中国 我们中间截取的这一段 实际上是方志敏烈士 在充满深情的憧憬 打倒帝国主义之后 我们美丽的祖国 会是如此的繁荣和昌盛 那么在1935年的时候 因为寡不敌众 不幸被捕 在狱中也是遭受了严刑的拷打 但是呢他把敌人交给他 其实让他写贡状的 这样的一个纸盒笔 滋滋不倦了写了13万字 其中就包括可爱的中国和清平 到现在 我觉得我们可以欣慰地告慰英魂 他心目中可爱的中国 已经实现了 第二题我们先来看一下题目的选项 A 精准扶贫 B 城市管理 C 这么厉害 情目都没有 易华蓉 他应该问的是绣花 不 我们问的是 A B C D 四个选项会选啥 那我就选A B 接着往下看不看 C是生态保护 D是惩治腐败 做选题啊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善于使用 生动形象的比喻对工作提要求 讲道理 他多次用到绣花这一比喻 请问2017年全国两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将哪 两项工作 比作绣花 正确答案是A和B 恭喜易华蓉 比赛之前我也尝试着压一下题嘛 我就觉得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肯定是重中之重 我在比赛之前都找了 他一系列的讲话 学得还是比较深入的 所以当我看到那三个选项 我就猜到应该是 前面两个串起来的多选题 好厉害啊 太吓人了 我特别想问一下易华蓉 刚刚你在做完答案之后 你心里对自己有一丝丝的怀疑 一会儿不确定吗 其实刚刚抢完之后 有点后悔了 也心虚是吧 对对对 你这么说我们就平衡多了 对 他也不是那么十足的把握 要不然真的太吓人了 下一题呢 我们要请上一位初题人 让我们欢迎他上场 欢迎您 你好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主题 大家好 我叫宋喜 现在是北京大学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 在2015年到2017年的时候 我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陆战队 是一名两棲侦察兵 训练一定是非常苦的 对吧 是比较苦的 大家都叫我们两棲霸王花 这名字好 我们看看两棲霸王花送喜今天 给你们两位带来了一道什么样的题目 来听听好吗 我给大家带来一道 关于毛主席诗词的题目 那就基本上有一些信息出来了 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欢这个作品的 因为它写出了我个人的志向和理想 我念前两句 大家可以抢答后两句 没关系 你知道他彩排走台了多少次吗 你知道灯光老师对这个定点光是很辛苦的吗 来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的答案是 中华儿女多奇致 不爱红妆爱武装 没关系可以再读一遍 虽然我是学心理学的 我也没能猜到你 既然我不说话 你就能猜到我心里在想什么 这也是挺厉害的 这首诗的名字叫做 七绝 为女民兵提兆 萨爽英姿五齿枪 曙光出照 演兵场 正确答案是 中华儿女多奇致 不爱红妆爱武装 你刚才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这个提干 刚才这位小姐姐上台的时候 她介绍自己身份是女兵 我当时自己的脑子里面也是 想到这首诗就是 中华儿女多奇致 不爱红妆爱武装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 又爱红妆又爱武装的 恭喜 谢谢 下一题 下列关键词描述的是一个 红色故事 请说出该故事的名称 关键词有 长征 借素 半条被子 我才给了两个关键词 我们一共有五个关键词 关键词分别是 长征 借素 三位女红军 湖南 鹿城县 沙州村 曲解秀 现在在鼓掌我相信说明了一切 回答 正确 其实我刚刚坐到这个台上 我很庆幸我能够坐着 但是这个比赛到现在 我发现我不配站着 这些站着人太厉害了 赵老师 我怎么办 不好意思 其实这个半窗棉被的故事 邪总书记讲过 他自杀是在这个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 这个故事呢发生在1934年湖南的这个沙州村 当时呢有三位这个红军女战士到徐谢秀家里去借宿 他们家非常穷 当时他们四个女生啊就在这个炕上用一个非常破烂的棉絮 加上红军自己带的一床棉被就度过了这个长夜 走的时候三位红军战士感觉他们家里实在是太困难了 就一定要把自己的那床被子 仅有的那床被子剪下一半送给徐谢秀老人 老人就在那回忆说什么是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自己只有一条被子 也要把其中的半条送给老百姓的人 其实真实地记录了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 这种军民雨水情深的这个历史 这道题结束之后 也锁定了这一轮的晋级名额 哎呀 新南 停止了我们世纪航程的步伐了 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 我想传递给你们的是 希望你们能够觉得 学习党史很有趣 可以作为一门爱好 这是一点点最后的寄予吧 谢谢你来到世纪航程 谢谢 来 加油 加油啊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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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拜拜 今年正好也是建党百年的纪念年 我们党也是走过了一个世纪的航程 明年就是下一个世纪的航程了 我很期待 在新的一百年里面 我们党 我们国家 也包括我自己 可以在这里面拼搏出什么 同时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易华荣 成功晋级 接下来要上场对阵的两位 分别是上一轮第三名的张建燕 以及第八名的江阳光 二位请 共产党人从来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多想赢 想赢 现在还剩的提醒有图画题 红歌题和视频题 我选择视频题 视频题的提醒 我要提醒一下二位 请在我说请抢答之后 再开始抢答 提前抢是无效的 第一题 请看视频 一切少一个 这周边已经搞定了 没有了 那我去找 你回来了 你不能再去 同志 我们怀疑你是否不受污染 不是 为了其他同志的安全 一起让你隔离 安林 结果出来了 白细胞大量遭受 红细胞和血小板 总量降得很低 我们担心 发展成白血病的可能性很大 在电视剧《激情的岁月》中 李光杰所扮演的王怀民 最后为了抢救放射性原件 遭到核辐射钦体 身患绝症离世 请问 这段故事的原型是哪位 两弹一星的元勋 两位请抢答 张建燕获得答题权 更加鲜 回答正确 在剧中叫王怀民 对 但剧本都是经过艺术处理的 王怀民其实有大概两三位 我们当时科学家的故事 然后聚合在一起的 其中让我难以忘记的一些细节 就是科学家人手不够 计算数据根本在短时间里 计算不出那么多时间 就跟领导去申请说 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器材 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些帮助 最后拉了两个卡车的算盘 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剧本 跟导演说 当时真的是这样吗 说真的是这样 同志们 新装备来了 当时真的就是靠所有的人 日以继夜 就打着这个算盘 噼里啪啦地 把原子弹造出来 所以我们的原子弹 制造的时间 是全世界范围内最短的 王怀民这个人物 在剧本的设定当中 他并不是一开始 就是一名党员 当时的年轻人 他觉得应该 是精英主义靠自己的力量 可以去完成这一项任务 后来他毅然决然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就是因为 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 他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不管是部队的官兵 不管是我们所有的 这些科学家们 哪怕是不是科学家的工作人员 所有人心往一块想 就往一处始 他觉得这件事情 是靠自己完不成的 只有相信中国共产党 才能完成他的理想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人物的成长 对 第二题 请看大屏幕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时代少年团 这里是浙江嘉兴的南湖 在我们身后呢 就是著名的红船 当年十几位一大代表 就是在这 音乐险狭小的船舱里面 完成了建党伟业 在这里呢 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道题 请问 当时来到红船的这群人中 一直坚持到中国革命的胜利 并且登上天安门城楼 参加开国大典的 有哪几位呢 两位选手 请抢答 江阳光 你的答案是 毛泽东 何书恒 这是你给出的最终确定的答案 如果你回答错误 答题权会转移 如果你回答正确 比分将变为1比1 本遗憾 张建业获得答题权 有两位 一位是毛泽东 另外一位是董毕武 回答正确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2比0 阳光落后 而且你的对手握着三个赛点 压力和动力并存 我希望两位都可以调整好 自己的状态 下一题会不会成为 决定二位 谁去谁留的一题呢 第三题又是咱们的一同 来打卡的环节了 这次来到海南 我还有一个特别神秘的任务 就是要观看 火箭发射 文昌航天发射中心 是我国首个 开放性滨海的发射基地 而今天即将发射的是 长春五号 第12运载火箭 上面搭载的天河核心舱 是我国首个空间站的 控制中枢 属于中国人的空间站 即将扬帆起航 马上就要见证我国 在航天世界上的大迈进了 真的又激动又自豪 预备 预备预备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清五 一 五 五 一 五 请听题 2021年的神舟12号载人航天发射任务 不但是中国神舟号系列航天飞船的第12次发射任务 同时也是中国载人航天的第几次发射任务呢 两位请抢答 张建业获得答题权 载人航天神舟三 第几次 第几次啊 神舟三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没有给出答案 江阳光获得答题权 你的答案是 第七次 回答正确 目前场上比分 二比一依然是张建业暂时领先 视频题的第四题 请开视频 各位世纪航程的学习达人 你们好 我是韩雪 此刻我正在辽宁省的丹东市 这里有著名的抗美元朝纪念馆和鸭绿江断桥 而此刻我的脑中浮现了一首歌 那么我的问题来了 这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词作者是谁 两位选手请抢答 张建业 马富瑶 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回答正确 马富瑶很特别 他不是一个专业的音乐从业者 他在抗美元朝战争中 是在泡兵一师二十六团第五连的指导员 随着这道题过后 一比三的比分 也就预示着杨光 这次我们的世纪航程的答题之旅 要直播于此了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江杨光 谢谢 厉害 虽然在世界航程这个节目 我是直播于此了 但是我学习当时的航程 不会就此停止 还会继续下去 我们要把掌声送给张建业 恭喜成功晋级 还有两组对决将会发生 马上是由第四名的耿浩 对阵上一轮第七名的林磊 有请二位 我想现在已经是我们比赛的第四场了 然后大家可能有一些些疲惫 所以说我想选红歌体 来给大家带来一些音乐 好 你自己平时歌声怎么样 比较拉胯 属于五赢不全的选手 那有余挑战这个题型还是可以 提醒一下二位 听完题之后 必须在我说完请抢答之后 才可以抢答 提前抢答 无效 二位的对抗正式开始 一起来听一下 第一题 请问 这首歌的曲作者是谁 请抢答 正号 获得答题权 你的答案是 取作者是显心海 回答正确 第一道题我就懵了 后面想想 不对 我听过这首歌的 自己的胆子还是不够大 不能去犹豫 现在一比零 接下来音频题 请听歌 请问 情深异常 这首歌体现的是红军和哪个少数民族之间的深情后裔 请抢答 移族 您来的回答是正确的 一比一平 秦深异常这首歌是根据云南地区的鱼族名歌改编而来的 说的其实是以海结盟这个故事 因为长期的军华混战和军阀的这个残酷剥削 移族老百姓对汉人是充满戒心的 在初期的确也小范围地围堵了我们红军的队伍 但是我们红军就坚守绝不开枪的这个铁律 也耐心地跟当地的群众沟通和宣传 所以最后他们当地的移族首领小叶丹 就有感于红军这支部队不一样 因为他的纪律非常的严明 而且他们的心胸非常的宽广 所以就按照当地的这个习惯 在以海边跟刘伯成 他们两个人啊煞雪为盟一接金兰 随后就亲自带领着红军 就是沿着以海结盟的友谊之路 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抢渡大渡河 所以应该说这段历史 是我党民族政策的一次非常生动的实践 而在这个过程中间 也体现了红军和少数民族的军民雨水深情 两题过后两人一比一打平 第三题想要乘胜追击的林磊 果断出击强盗答题权 但很遗憾未能答对 这个又何可 我们知道 索性耿昊也回答错误 关键的第四题 耿昊再次强盗答题权 并回答正确 顺利拿到赛点 准备抗日战争时期 正确 二位选手目前场上的比分是2比1 所以接下来的这一题 将会是你们的最后一题 耿昊答对 晋级 林磊答对 你们将一起来树风流流 第五题请听题 二位选手请问 这首歌与哪一历史事件相关 请抢答 林磊如果你答对 就是树风流人物 林磊你的答案是 酒吧看红 回答 回答正确 好 二位准备就绪 接下来进入 树风流人物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树风流人物的规则 在对抗过程中 需要根据大屏显示的图片 快速准确地给出对应的人物名 每人有一次 喊过的机会 由上一轮排名较低的林磊 先作答 梗浩老师加油啊 一起努力吧 我觉得这个好刺激 对 梗浩去除了很久 所以我想做好打持有段准备 我们之间的匹配更多的是一个期待 他学实也比较渊博 我蛮期待我们能迸发出什么样的火花 三 二 一 开始 陈毅 刘国梁 黄蒙 王蒙 财战转马 张梦宏 刘强 罗阳 过 过 李兰均 梅兰均 梅兰芳 梅兰芳 徐智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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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伦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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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浩 祝贺李露老师成功 若好意思 我们分享一下本次来到我们世界航程节目的一些内心的感觉 我是一名大学生党员 还是非常荣幸 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 来到浙江卫视 和这么多优秀的老师 同辈们 还有前辈们学习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最宝贵的记忆 也是一生的一个精神财富 之后也会带这份力量 继续投入到我的工作学习中 谢谢大家 再次把掌声送给董浩 谢谢 今天还有最后一组 一对一的对决 从上一轮的排名来看 你们将是实力最接近的一组 分别在上一轮排 第五和第六 国众之间 黄允宫和张强 有请二位 二位是今天的最后一组 对 但是有一点 是你们相较其他组的选手来说 最没得选择的 对吧 你们没有办法去选择 适合自己的题型 但是我最想选的是红歌 这些红歌我都会唱 土话题呢 不知道出题的这个方式会是什么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可以登录 学习强国客户端 参与节目答题互动 和全国用户比拼答题实例 下载中国栏新闻客户端 与选手比拼答题 参与互动将有机会赢取 世纪航程纪念礼盒 还可以为您喜欢的选手呢 加油助力 希望二位可以好好地表现 无话题出题方式都不一样 我们特意邀请到了一位 沙画老师 为大家来出题 让我们掌声欢迎维维 欢迎您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沙画师维维 很高兴来到世界航程 现在二位的对抗 正式开始 第一期请看沙画 答出这个英雄群体的名称 张强 你的答案是 狼牙山舞壮士 是不是正确答案 答题权会不会交到黄允公的手里 我们接着往下看 他提弹里有群体这个名称 所以他就会稍微 好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狼牙山舞壮士 恭喜张强 1比0 暂时领先 给你们这样的选手 真的不能透露太多信息 是吧 第二题 这张图片 请你们说出 反映的历史事件 来看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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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给了 黄允公 你的答案是 飞躲如定桥 可以说一话就明白了 飞躲如定桥 回答正确 目前场上比分 1比1平 第三题 请看沙画 说出图片中 英雄人物的名字 请看 广告 画还没画出来 但是他这个画面已经有了 黄远公你给的答案是 启发宝 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我们先将这幅沙画看吧 回答正确 变幻当中 我是看到了后面的这个感觉是 山对面过来的一些人和人影 所以我当时就想 这个应该是 加勒万河谷的冲突事件 我这个画学老师 会跟学生聊一些 生活当中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画学 本身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画学 启发宝的这个 这个故事呢 我刚好是在学生上课当中 我穿插进去 讲起过这个事情 那么我们英雄的编码团长 启发宝 我立马就给他锁定 真的是幸运之急 三道图片体 感觉都是讲述的英雄故事 和英雄人物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 不能没有先锋 所以我们也应该 在这个新时代去铭记 这些闪料的名字 再一次感谢维维 谢谢 目前场上 二比一 黄允公 手握赛点 第四题 刺激上是进入 所谓的赛点 但是心里也是没有底的 我就感觉很危机了 想翻盘的可能性 就非常小了 第四题 这张画 讲述的是一位伟人的故事 请二位看图 答出他的名字 黄允公 这只是这张图的四分之一 还有四分之三 没看到你的答案是 朱德的扁担 朱德 我天哪 我天哪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来看一下 这张图片的剩余部分是 两个锅宽 一个扁担 我疑惑这做在什么 当时警告上很多的领袖 毛主席 也下山跳过两 会不会导演在疑惑我们 等演一出来 哈不是朱德 全场都笑斑了 然后我就稳坐掉一台 黄允公回答正确 四分之一头是一个螺框 所以觉得这个应该是 飘着担子的故事 那我想这个应该就是 朱德的扁担 真的是很可惜 题目都会 只是想文腿一点 抢没抢过 三比一 这个比分也就意味着 张强老师要和我们节目说再见了 赢了张强之后 也把掌声送给黄允公 成功进去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 目前场上我们看到的 他们将是我们本次的世界行程 中国共产党党史 这是学习大人挑战赛的 前五强 分别是徐恒飞 益华容 张坚业 林磊 黄允公 你们成功晋级到了下一行段 也就是我们最终的 冠军争夺行段 下一周总决赛 期待各位的精彩表现 下周见 马上进入世纪航程 冠军争夺行段 五位选手采用自选分值的形式 来进行答题 来微博 世纪航程 华企业参与讨论 接作更多精彩内容 没有做的 到底我不确定 凭印象去做的 然后追上来咯 好像有人已经拿到赛点了吧 这比较精彩起来了 保持住优势吧 还是很紧张 世纪航程